喬曉陽早前與建設派議員會面時 表明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出任特首 被指等同向泛民落閘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認為 喬曉陽的言論反映中央對政改的態度很強硬 擔心會引發給03年推23條立法時更大的風波 我覺得值得關注的是他的結論那裏 說了一句 在是否按照基本法規定辦事的問題上 中央政府沒有妥協的餘地 即整個選舉這個安排上 就不是中央某一位官員 是可以說我和你談談就妥協一下 就要叫足基本法辦事 他承認要求特首要愛國愛港的定義 主觀和含糊 又只是這些限制下選特首 只是一個半真半假的普選 不過自由黨仍然會支持 當最終的方案 主動的方案都是政府訂出來的 是有這個所謂篩選 即是說要愛國愛港的人士 不可能選一位是中央不接受 或者中央對抗的人士 那麽自由黨就會覺得 原地踏步是最差的方案 所以變成 接下來的投票過程中 我們會支持政府和中央 現在概念上有所謂篩選 田北俊期望泛民以和諧的態度 透過政府和中聯辦等等表達意見 解決分歧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思倫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